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对绿色航空的愿景指向新能源汽车和C919的成功 印度TCS在第二季度收入不及预期后 警告客户支出疲软 Planetware推迟在Euronext上市的首次公开募股 欧盟扩大对社交媒体上支持哈马斯内容的警告 电动汽车制造商VanFest将购买其电池制造商兄弟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中国对绿色航空的愿景指向新能源汽车和C919的成功 南华早报 中国已经设定了在民航领域使用可持续燃料和电力的雄心勃勃目标 周二发布的2023至2035年绿色航空发展指南 是北京方面在全球舞台上取得进展的意图的标志 此前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取得成功 并在夏季推出了国产商用飞机C919 该文件由中国民用航空局 工业核信息化部 财政部和科技部四个高级政府机构共同起草 印度TCS在第二季度收入不及预期后 警告客户支出疲软 路透社 印度最大的IT服务出口商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 由于客户在自愿项目上犹豫不决而未达到第二季度收入预期 该公司截至9月20日的三个月内的综合营业收入增长了7.9% 达到了5969.2亿卢比约合71.7亿美元 但仍然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TCS的银行金融服务和保险业务部门的收入 在恒定汇率基础上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5% 然而TCS的利润略高于预期 利润增长了8.7% 达到了1134.2亿卢比约合13.6亿美元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将这一批软归咎于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PCS还批准了价值1700亿印度卢比约合20.4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Planesware推迟在Euronext上市的首次公开募股 路透社 法国软件公司Planesware因近期市场状况 推迟了在巴黎欧洲交易所的首次公开募股 该公司没有透露股票销售将何时重新进行 Planesware将其股票定价为每股16欧元 低于上周所示的16至18欧元的价格区间的下限 欧盟扩大对社交媒体上支持哈马斯内容的警告 路透社 欧盟警告科技公司必须从其平台上删除支持哈马斯的内容 否则将面临法律处罚 欧盟发现与哈马斯和以色列最近冲突有关的虚假信息激增 包括经过篡改的图片和错误标注的视频 欧盟产业首席执行官蒂埃里 布雷顿特别点名埃龙 马斯克及其消息平台X 敦促他解决虚假信息的传播问题 欧洲委员会现已提醒所有社交媒体公司 他们有法律义务阻止与哈马斯有关的有害内容的传播 最近实施的数字服务法案DSA 要求大型在线平台删除非法内容 并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安全和公民讨论 违反DSA的公司可能面临高达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 多次违规者可能被禁止在欧洲运营 电动汽车制造商Vinfest将购买其电池制造商兄弟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路透社 电动汽车制造商Vinfest Auto宣布将从创始人 Famnot Wall手中收购电池制造商Vinfest 99.8%的股份 这次收购将帮助Vinfest确保电池供应并节省电池成本 Vinfest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套件装配工厂 并将Vinfest带到那里 以利用该国的涅资源进行电池生产 Vinfest 2021年第三季度的收入为3.43亿美元 同比增长159% 但净亏损扩大至6.23亿美元 自8月份上市以来 该公司的股价已经下跌了约54% 加拿大统计局报告称 8月份建筑许可证价值增长3.4% 达到119亿加元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建筑许可证的总价值在8月份增长了3.4% 达到119亿加元 这一增长是由非住宅许可证的14.8%增长推动的 达到了50亿加元 非住宅部门的增长抵消了住宅建筑计划的小幅下降 多单元建筑意向的许可证价值下降了9.5% 达到39亿加元 而单户住宅许可证的价值上升了5.5% 达到29亿加元 建筑许可证的增加是因为全国各地的政治家们 正在寻找增加新住宅建设速度的方法 以缓解加拿大的住房短缺问题 前女友将再次作证 经历了一天的戏剧性证词 为报 在Sam Bankman-Fried的欺诈审判的第五天 她的前女友和与其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有关的 对冲基金的前首席执行官卡罗林 艾利森作证称 她在Alameda Research任职期间参与了犯罪活动 作为控方的重要证人 艾利森表示 Bankman-Fried只是她在Alameda工作期间犯罪 她还透露Bankman-Fried建立了一个系统 使用FTX客户资金来支付Alameda的贷款费用 而未通知客户 艾利森于2022年12月因参与FTX和Alameda的崩溃 而对电信诈骗和阴谋指控认罪 据报道 现代汽车将在北京生产北汽 Arcfox的电动汽车 路透社 据报道 现代汽车计划在北京的工厂生产北京汽车集团的电动汽车品牌 Arcfox 这将是现代汽车首次以合同方式生产其他品牌的车辆 这一生产计划是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取得突破的努力的一部分 该市场一直是现代汽车难以立足的地方 现代汽车与北京汽车集团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 有可能负责Arcfox车辆的设计、生产和质量控制 现代汽车尚未确认这一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首先 中国发布了绿色航空发展指南 展示了中国在可持续燃料和电力方面的雄心壮志 这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取得进展的标志 也是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和国产商用飞机C919上取得成功后的又一里程碑 其次 印度最大的IT服务出口商TCS在第二季度的收入不及预期 并警告客户支出疲软 这可能是由于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所导致的 不过TCS的利润略高于预期 并批准了一项价值巨大的股票回购计划 法国揽建公司Planesware推迟了在Euronext上市的首次公开募股 原因是近期市场状况不佳 这一推迟没有具体的重新进行股票销售的时间表 欧盟扩大对社交媒体上支持哈马斯内容的警告 要求科技公司删除这些内容 否则将面临法律处罚 欧盟已经提醒所有社交媒体公司 有法律义务阻止与哈马斯有关的有害内容的传播 电动汽车制造商VanFest 将购买其电池制造商兄弟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以确保电池供应并节省成本 不过VanFest最近的财报显示 虽然收入增长了 但净亏损也扩大了 加拿大的建筑许可证总价值在8月份增长了3.4% 主要是由于非住宅许可证的增长推动的 加拿大政治家们正在积极寻找增加新住宅建设速度的方法 以缓解住房短缺问题 最后 Sam Beckman Fry的欺诈审判上 他的前女友和与其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有关的对冲基金的前首席执行官作证称 他在Alameda Research任职期间参与了犯罪活动 这对于控方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证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